嗨,大家好,这里是爱奇麦克,我是老编,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苹果M1上常用的三款远程桌面软卷 通过远程桌面可以很好地弥补苹果的不足 喜欢我的视频请长按点赞,多多分享 第一个介绍的是苹果自家的远程桌面 它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远程管理软件 可以在App Store中通过搜索Remote Desktop找到它 点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显然意见它是一个远程管理软件 我通过它来登录开发用的电脑 这样做的好处即使本地电脑崩溃了也不会影响远程的开发环境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配置多个不同的开发环境来远程登录 可以弥补苹果M1电脑的不足 好了,现在回到远程桌面 现在我这里有两台电脑 选择第一台,登录进去 可以看到登录的速度非常快 拆不到密码,拆不到密码,拆不到密码 苹果这个远程桌面在G网里非常流畅 几乎相当于在本地操作一样 现在打开一个终端给大家演示一下 从窗口跳出的速度来看,几乎和本地相同 它对系统资源的占有率也是比较低的 才0.9左右 你也可以使用全屏模式 切换成全屏后更像在本地操作来 这时候也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手势 切回原来的操作系统 四纸三滑切回M1 停留一会儿缩小窗口 通过远程桌面,我可以方便的启动进入我的开发环境 比如打开命令行 快速启动一个Xcode项目 就像这样,启动了一个旧的Xcode项目 这样在我需要编译旧的Xcode项目时 只要切换到这台电脑就可以了 即使换一台苹果电脑也可以 非常的方便 这样就节约了配置开发环境的时间 提高了生产效率 接着我们看一下它的其他功能 可以从管理里看到 它可以进行睡眠换醒 自动重启,关机 注销当前用户 非常多的功能 这里注意的是客户端的设置 我们需要先点开系统编号设置 选择共享 然后勾上远存管理 这样设置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苹果的远存桌面 来管理这台麦克兰 点关管理可以看到里面有哪些具体可以设置的内容 点电脑设置可以看到还有哪些可以修改的地方 这个客户端的设置比较简单 只需要在共享里勾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另外安装 另外提一下的是它支持文件的托放操作 可以把文件直接托入 也可以把文件托出 操作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个看的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看一看下一个微软的远存桌面 我利用这个远存桌面来连接Windows电脑 它的界面做的非常清爽 只需要点击要连接的电脑就可以了 同时它显示了桌面的数列图 方便我们选择 点开配置看一下 第一行填Windows电脑的名称 下面那行是用户名 其他也没有什么好注意的了 双击就可以连接上来 点继续 进行连接 不一会我们就进入全面模式了 同样这个远存工具也是非常流畅的 通过远存桌面 我们可以运行一些M1上不能运行的X86软件 比如一些古老的Windows软件 在苹果上又没有相对应的软体 个人感觉这是最简单明了的一种方式 比如运行下这个稀缺的紫白游戏 当ARM、Windows和M1都不能完成任务时 可以利用远存桌面这种方式来完成 为了远存桌面不支持文件图放 但它支持剪接板共享 它的另外一个用处是登录QEMU的虚拟机 比如这里打开一个虚拟机项目 快速取动一个无窗口的虚拟机QEMU 我把窗口调整一下 把窗口拖到前面来 双击进行远程连接 稍等片刻 好了 这里就登录进了Windows11的桌面 安装一下桌面的软件 好像还是蛮快的 使用下来的速度感觉和窗口模式下差不多 有的人说它比窗口模式下快 但我不觉得 由于图形驱动的缺失 它的3D加速是没有的 对新年有要求的人 还是选PD吧 这就是微软远程桌面的两个主要用处 最后看一下Paralless Access 没错 就是生产虚拟机的那家公司 它的特点就是 无论你存在何地 都可以连到你家里的电脑 稍等片刻 你就可以看到连接上的电脑了 不知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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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款软件 原本是为iPad准备的 由于M1电脑支持iPad软件 所以它顺带也支持了 这款软件非常适合 外出的时候连接家里的电脑 你甚至可以在4G网络下玩游戏 通过远程桌面 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很好的弥补 M1电脑 不能运行某些X86软件的缺陷 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流变得更为盛畅 点屏幕最右边的X 退出这个远程桌面 再点屏幕左上角的断开连接 现在看一下连接 苹果电脑的效率如何 感觉连接速度比苹果自家的稍微慢一点 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知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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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全屏模式看看效果如何 好了全屏切换过来了 打开Xcode看一下运行效果 可以非常流畅的进行远程操作 随便再点个Apple Music看看 也是可以非常顺利的载入 最后说明一下 它也是不支持文件托放的 文件是如何如何也托不出来的 只有点右下角的文件夹图标 在这个App里面进行文件复制拷贝的操作 选择要导入的照片 我们从本地照片库里选择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点开这张图片 点开右上角的点点点图标 选择移动 找到对应的那台电脑 把文件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还是显得比较繁琐 为了安全性考虑还是忍了 经过一番短暂的等待 文件复制上去了 双击看一下这个图片 嗯正常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三款 我经常使用的远程桌面工具 苹果远程桌面 我经常用它来连接苹果电脑 因为在内网环境下 它是最好的连接苹果电脑的工具 同样 微软的远程桌面 我用它来连接 微软的windows电脑 同样外出的时候 我用parallels access 来连接所有的电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